昆宇怎麼觀察這一攤 而且這一攤很明顯的是 金小刀出手先將了柯文哲一軍之後 晚上韓國瑜歸隊 也將了柯文哲一軍 我沒有那麼樂觀 我今天臉書上寫了三句話 那其實 其實就是大概從禮拜六到現在 那個我們看到我們那個同溫層 我們這個也不說同溫層 大概同年齡層 這個老人家們的藍軍的看法 那第一個呢 那個整合不離口 整人不離手 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誰比較毒 誰比較有利 那金輔聰很毒 但是但是他打錯了 等一下再分析 第二個其實那天看完了之後 藍軍群眾非常非常失望 整夜的哀聲叹氣 所以我又寫了第二句 叫做問軍能有幾多仇 恰似一幫太監逛青樓 滿圓春色 但是老夫無能為力 就是那種心情 那太監逛春樓 對對一幫太監逛青樓 一幫太監逛青樓 藍營的政治人物現在都是這種心情 然後第三個第三句話 非綠整合 那是玻璃窗上的蒼蠅 前途一片光明 其實根本沒有出入 然後這個三個狀況是怎麼樣 我這樣講 其實就實務上面來分析 金輔聰提這個方案出來 那根本就是不合學理 然後又是想要這個東西蓄意破局 那為什麼不合學理 我覺得他從頭到尾都只是要殺柯文哲 以及柯文哲一直嗆說 你們都不敢比民調 我就比一個更精準 而且更大規模 他一點也不 他那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方案 我這樣簡單來講 結論他就是簡單複雜化 第一個 所有做過選務的人都知道 我要辦一個這樣子的選務 不管是大的小的 那你最少要大概做半年的時間 三個月跑不掉 那你現在哪有三個月給你 選舉都快選完了 那麼所以這些作業要非常細緻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為什麼要那麼細緻 你光是明測你要怎麼做 你要跟誰聯絡 還是要你怎麼防止人家作弊 人臉辯視嗎 請問你國民黨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你做不到這些規格的話 怎麼會比較精準 這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我從來就沒有聽過說 哪一個國家政黨整合 是在用什麼美式初選的 大家都在那邊胡說八道 我都聽不懂他注意人在那邊講什麼東西 好那現在回頭去探討 他說他為什麼要做那麼複雜 講白了這是我的猜想 他就是要擋侯友宜去辯論 不能讓侯友宜辯論 那他對侯友宜上民調 他也沒有把握 所以他要把他擋 他要提出一個 那大家都可能沒有辦法執行的 這個東西 說說他要擋柯文哲吃掉滾档 就這樣就可以啊 對 就這樣子 可是金小刀是不是敬忠黨守 敬忠黨守啊 那個那個 之後各自立場不同而已 對嘛 可是接著柯文哲自己太急了 他他也犯了一個錯誤 你知道柯文哲只會擋那個桌前球 往前球 打那個往前球 直接給他回回去 他沒有往後退一步 抽球的這種這種經驗 如果今天柯文哲做的事情是說 好啊 你提的東西很有概念 可是太複雜了 我們實在聽不懂 你能不能明天提個企劃案給我 你知道企劃案丟出來 多少經費 多少人力 需要時間多少弄下來 哇 那個大家就有的嘴了 可是他就沒有這個耐心 直接去罵侯友宜說 那你選選不上 然後侯友宜就嗆他說 你選也選不上 兩個人互相在那邊嘴 這個事情就就平掉了 那就結束了 所以守戰及中戰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 那麼 可是就一個局外人來看 你看柯文哲這種政治性格 他可以跟任何人合嗎 這當然不可能 2018年的時候他跟民進黨也吵吵鬧鬧 然後民進黨有一批人是組合派 有一批人是組戰派 然後兩邊都對幹 而且兩邊事實上是有明顯的對立 跟這個裂解的嘛 那今天來講民進黨統一了啦 民進黨沒有要跟柯文哲合啦 現在是國民黨很麻煩啦 而且國民黨更大的麻煩是 國民黨台面上這些政治人物 我觀察他們都沒有要合 他們也都知道柯文哲是不可能 長期合作的對象 現在的麻煩是有些支持者 還期待他們 這個送入洞房 然後有愛的結晶 過了禮拜六以後沒有了 大概沒有了 所以才會那個 一幫太監上金樓 那他已經不再 沒指望了 對 沒指望了 不報任何希望 我這樣講 柯文哲的確是 所有人都知道說 他沒有辦法跟任何人合 但是國民黨的問題是 沒有什麼人敢跟他合 因為老是被他框進門裡面 以後在背後捅你 他玩民的不行 玩陰的很厲害 那我國民黨大門都是開著 但是裡面都放了地雷 這個是大家都有經驗 都會怕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狀況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剛剛創下講 郭台銘 郭台銘真是可惜 他那個翻桌了 晚一個禮拜下架 或晚一個禮拜推出來 晚一天也可以 對 晚一天推出來 現在不但不會下架 因為會爆紅 我告訴你 好 再太絕對 而且他會有很多酷手版本 對 就是那個D版是 我是郭哥 我國鮮版就是 我是柯 柯 我是金 金 金 然後男生的桌子 白色的 我三次改 我是猴 喝猴 我三三 歡樂無限 我跟你講 然後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郭董趕快重新上架 所以 然後大家往下分析的時候 剛剛補充 剛剛幾位都分析到了一個點 那如果 郭台銘最後 不論任何原因 沒有辦法去登記 請問誰是最大得利者 耐聽的 不見得沒有去登記最大得利者 其實應該還是柯 因為你看郭的票 那之前的民調很明顯 那他原來都從柯家搬走了 那其實有相當一部分 會回到柯身上 另外其實原來韓粉的那一部分 還是會 會可能有一點會回到國民黨 但是不一定有那麼多 那麼所以韓國瑜在那邊喊話 可是韓國瑜喊話 也很有學問 那大家都看那個韓國瑜那天 喊 昨天喊話的後半段 那我要把我的 把對我的愛都給這個誰 給侯友宜 但是他前面 你知道他一開始講什麼 他一開始講說 我有朋友跟我講啊 那那個侯友宜上次沒有支持你 那你這次為什麼還要去支持他 然後後面才講了啪啪啪啪啪啪 講一大堆說可是啊 然後這個我們都 然後這個還是會什麼什麼團結啦 要怎麼樣講一大堆 然後最後才回到說 那我要把我的愛給他 對 那這個講話很有技巧 那現在還是戳了你一下 然後然後再來給你呼呼 那這個是國民黨裡面的話術 那就是就是我心裡面還是 那有一點點 其他其他隨便恩恩怨怨 你們自己去看著辦 那所以他我覺得韓國瑜這個 他的心思其實說這個樣子 我得要做出來 然後但是真的我要做多少都不關我的事 那個那個其實這個動員力量 或是這個東西是很有問題的 而且你看那個場 對 那天那個場 那個場 你在想四年前韓國瑜在新北辦的場 這個場感覺是侯友宜在選總統 從頭到尾都是他博版面 然後這個場更妙的是看板 我第一時間看到這一個造勢場合畫面的時候 我真的以為是韓國瑜要選總統 不但舞臺上有魅力主獎的是韓國瑜 然後你看這一個看板 韓國瑜在左邊 韓國瑜是正面的臉 然後正面的肩膀 正面的臟 然後侯友宜像副的 副的才會側身 所以他的那個肩膀只有一半 而且他的臉的比例比較小 而且他感覺是搭檔 所以看到這一個看板的人 我會覺得韓正侯副 就是韓國瑜當老大 侯友宜當副手 而且看到這一個畫面會覺得韓國瑜又在選總統了 然後侯友宜終於在他的新北地盤幫韓國瑜拉台造勢了 對 所以這個反正他那個場地的編排 其實那天禮拜 那天這個是學問啊 這就是從頭到尾主角叫做韓國瑜 侯友宜已經被邊緣了 你去聽那天侯友宜的講話 你會你就會知道那個為什麼整場下來看起來是韓國瑜的場子 因為侯友宜其實沒有講什麼 他就在講說我的這個每天沒日沒夜啊 講一講然後什麼國政啊方針啊什麼東西 通通沒有 然後底下那個場子呢 不管是什麼三萬人五萬人 那就是動員場 大家做得好好的拿著旗子 那就是動員場 你想想看四年前韓國瑜在新北市的場子 是什麼樣的場子 那時候新北場子 那個整個河濱公園 那大概幾乎全完蛋了 那個大概三十萬人有了 那個扶老西右去的 那個場子狀況是不能比的 那接下來國民黨想要用這種造勢場去做的時候 其實讓我的感覺他就很像兩千年連戰的造勢場 都是人也很多 那也有旗子 所有的裝備 然後燈光舞臺通通很漂亮 然後但是就是平平的 所以我覺得我對侯友宜沒有那麼樂觀 那麼柯文哲會不會回來 我覺得也不一定 我覺得這個兩個人在麻花 恐怕還得麻花一陣 要麻花到什麼時候呢 麻花到那個登記 就是鍋到底有沒有辦法登記 鍋登記完了 如果鍋沒有辦法登記以後 可能這兩個人形勢還會再發生一次變化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